在我看來 中國抵制洋傑確實有官方的背景 對中國而言 抵制洋傑是抵制西方文化的一個部分 當然這裡說起來 中共和西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是充滿矛盾的 本來共產主義從一開始的國際主義運動 因此和中國其他的政治力量相比 中共從一開始在實行國際主義 在國際接軌方面就常常走得比別人還更遠 就拿這個紀元來說 你看 直到今天 台灣當然主要是國民黨了 還在採用 還在保留了這個民國的紀念 而中共從一開始就採用了公元紀元 但是在其他有些問題上 你像包括什麼共產主義本身 你共產黨這都是來自西方 拿到節日來說 你三八婦女節 五一勞動節 也都是來自西方 那麼問題在過去呢 但是對於其他有一些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符號呢 當局的態度就顯得相當的矛盾 在毛時代你連穿西服都被認為是同樣媚外 那現在中國人當然也都穿西服了 也不這麼認為了 那麼聖誕年同樣有這麼一個問題 它並不是直接的和共產黨的這套意志形態 有什麼直接的矛盾 但是呢 它畢竟還是把它當成西方文化的一個符號 所以它也是基本上採取這麼的拒絕態度 可是呢 這個又和現在 與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 以及和中國對待其他國家文化的一些 這個基本的態度 這個態度基本立場上呢 又充滿了矛盾 我覺得西方文化的問題是在這兒 當然大家都一般會欣賞於認為 過不過什麼節 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官方呢 應該在這個問題上 採取一個更中立的態度 那麼所以我也認為 中國政府目前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呢 恐怕也是很難持續的